当21世纪来临之际 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 新世纪、新阶段 其含义是改革开放 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 当时 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新阶段虽然是20世纪后期 改革开放连续不断的过程 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却有很大不同 一是改革开放两大阶段的差异 简单说 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 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 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基础上进行的 那是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 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 中国虽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这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的老问题 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 这些问题或是新体质不完善 不健全所造成的 或是此前的改革上涉及不多的 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 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 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也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 而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基本完成之后 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第二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 开始进入速度市中的高质量增长阶段 第三 在经济发展之后 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 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 利益集团的出现和腐败的滋生 使得这一问题更趋敏感 第四 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 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期待解决 如环境资源问题 产业结构问题 城市化问题 就业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等 这些问题是巴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过的 但他们现代化的过程比较长 这些问题是第四出现 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 而被挤到一起 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 最后 在利益多元化情况下 统筹协调各方 凝聚改革共识 实现有效治理 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 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 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 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以中共持久大提出 必须认识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三是外部形式变化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 就是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 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这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被制约的一面 近些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面临一个国际环境 趋劲的态势 中国强大了 但面临的环境更为不杂 历史的看 外部安全环境趋劲 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 现实的看 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 一方面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 另一方面 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 内部矛盾和困难突浅 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 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 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平稳地通过安全瓶颈区 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力的外部环境 特别是周边环境 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并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当前形势的真正和最大变化是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 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形势发展中最重要 最引人关注的变量 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 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 实力和手段的平衡 特别是要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 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 尽管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 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 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 国际形势趋于动荡 各国都面临不少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相比较之下是好的 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合力 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 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 它将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成功应对挑战需要一个过程 40年来中国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 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